只是买包子时掏出了十块钱 整个包子铺的人都把我当作精神病 只因全球物价一夜贬值一亿倍 小仙女的财力只要一毛八 两块钱就能拿下超大面积的豪华别墅 而此时还不知道的我拿出十块钱就要付包子钱 这可把包子铺的客人吓坏了 但聪明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能把十块钱不当回事的人肯定不减半 必须要抱上这条大腿 帅哥你要老婆不要 我今年十九岁 青崖舞蹈学院的大学生 财力只要五毛钱 我的一血还在哦 你做梦吧 人家富二代怎么能看上你 他却原装吗 进口原装人家都随便用 一头雾水的我只能尴尬地挠挠头 转头把十块钱递给包子铺老板 老板看到我递过来的钱不由身体颤抖 惊吓得后退了两度 老板怎么不收钱 我看他半天不收钱问道 老板的脸色从目瞪口呆到难以置信 最后净转化成了愤怒 下一刻老板竟然一拍桌子怒道 你找茬是不是 我瞬间呆了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找茬了 老板怒道 你给假币难道不是找茬 我警告你 现在付钱我让你走 否则我报警了 我目瞪口呆 万万没想到 我拿十块钱付包子钱 对方竟然要报警 我欺诈了 老板你有病了 这哪是假币 这是如假包换的真钱 老板比我更加火大 怒吼道 真你马逼 用假钱还狡辩 我告诉你 老子这辈子只在电视上见过十块钱的纸币 你这么穷怎么可能有真的 我愣住了 第一反应就是老板在耍我 你说什么 你只在电视上见过十块钱的纸币 你开什么玩笑 你这里的包子不是十块钱一龙吗 老板一瞪眼 小子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我包子是金的吗 怎么可能这么贵 谁不知道十块是十一角 我一份包子卖十块 我是抢劫的吗 你好好看清楚菜单 老板把菜单直接扔在我面前 听着老板的话 我当即错愕 再看菜单上的价格 我更是瞬间瞪大眼睛 只见菜单上写着 包子一龙十角 我怀疑眼睛出错了 怎么会是十角呢 不是十块吗 这也太便宜了 年轻人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我再跟你说一次 一角等于一块 十一角等于十块 十块钱都可以 把你后面的小区买下来 老板彻底无语了 他怀疑这年轻人 是精神病院出来 我这次怀疑耳朵出错了 老板 你说什么 一块等于一角 十块就能买个小区了 老板不买到 对啊 你自己看看手机 查查我说的对不对 这点常识你都没有的吗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回事 读书读到狗身上去了 连一块值多少钱都不知道 我急忙打开手机 看了一眼购物软件 这次我彻底惊呆了 一部苹果手机 一万角 一部法拉利 五百万角 一套清城顶级豪华的别墅 看清价格 我的眼珠子瞬间动爆了 只要一块钱 老板说的是对的 一块钱真的等于一亿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睡一觉醒来 世界的物价都变了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忽然弹出一条信息 丁 尊贵的银行联盟黑金用户 零发钱钱包已于7.12分 自动扣款1699.37角 您当前的账户余额为 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元 九十九亿九千九百八十三万零六十三角 这一刻我彻底张大走吧 我的手都在颤抖 我意识到了事实 那就是整个世界的物价都变了 但我的钱却没变 我仍有二十万 现在只要我想 我马上就能买下二十万套豪华别墅 四百万辆法拉利 二十一部苹果手机 这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靠 原来我比全球首富还有钱 我要逆天了 而且我用手机扫码还钱 发现手机支付界面同样也换了 单位不再是圆 而是脚 年轻人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发现拿十块钱假币戏弄我不成 不敢说话了 老板洋洋得意道 老板 你说得对 谢谢 我看着老板狂喜地笑道 我买完早餐后打算回家 这也是不远处一辆停着的奥迪车 下来的一名极美的女人 一身欧要制服 一双媚眼勾魂夺破 俏脸仿似熟透的水蜜桃般娇艳欲低 特别是被制服包裹的娇躯 我同样也视线发指 我在健身房当教练 见过很多身材完美的女人 可这么好看的 确实太少见了 但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 只见女人下车后 静静直走向我 开口轻声道 先生 您好 我叫柳旭 不好意思 请问能耽误您两分钟的时间吗 他紧张地低着头 只敢在说完后悄悄地抬眼看了我一眼 我有些震惊 这么好看还开着豪车的女人居然主动跟我搭讪 柳小姐你好 我叫纪博达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惊讶地问道 柳旭刚想开口 余光略见其他人还在盯着他 指住话头道 这边不太方便 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怎么样 他目光瞟向不远处的星巴克 我下意识到 去我家怎么样 家里就我一人 非常安静 我其实看到柳旭的目光了 可我想省钱 去星巴克多浪费钱 两杯咖啡好几时 一直省钱结婚的我 即使知道自己报复 一时之间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 柳旭一愣后咬着红唇 挣扎后才答应 好呀 那有劳您带路了 柳旭明显感觉自己心跳加快了 他还是第一次去男人家里 他多少有点害怕 我笑道 那你跟我来 说完转身带着柳旭走入小区 到家开门 不好意思 我的家里有点乱 看着凌乱的房间 我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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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主信息连银行联盟内部人员都无法查询 只有银行联盟的管理者才知道卡主是谁 所以全球至今无人知晓 黑金龙卡到底有多少人拥有 听完柳旭的话我吓到了 我啥时候办过这样牛逼的卡 随即我反应过来 肯定是世界大变 连带着我的银行卡也变了 就在这时 柳旭忽然惊慌地起身弯腰巨公 带着浓浓的金巨道 抱歉季先生 是柳旭卖弄了 您拥有这张卡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张卡拥有的服务 是我多嘴了 他刚刚因为太过震惊说话过节了 继伯达要是生气 直接给世界银行联盟打电话 那他可就惨了 见柳旭如此大张旗鼓地道歉 我白手 没事没事 你先坐下 我是真不懂 听你解释我才清楚了 说着话我忽然发现 柳旭阴弯腰领口大开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溜进两团高耸中 一股子气血光光地往脑顶窜 好家伙 城府深沉啊 我看了两眼后趁着柳旭没发现 急忙收回眼神正经危坐 谢谢季先生 而柳旭闻言这才只起身子坐回沙发 柳旭叹了一口气道 既然这样 我就不打扰您了 我莫名其妙 你不是要让我开卡存款吗 卡都没开呢 人就走了 柳旭一乐 您都有黑金龙卡了 还需要我们银行的卡吗 当然需要 我总不可能天天带着这张卡招摇过时 我笑道 知道自己拥有黑金龙卡后 我就决定再开一张卡了 这样出去使用的时候才方便 万一哪天用黑金龙卡被奠记上就麻烦了 柳旭原本黯然的眸子瞬间亮起 您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我笑道 不过有言在先 我开卡可以在青城随便找一家银行开 所以如果你的条件不能比其他家的更优厚的话 我是不会办的 没问题季先生 我比不过银行联盟 但跟青城其他银行比 我有信心能打动你 柳旭信心满满的笑道 好 我点头 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打开了 我和柳旭吓了一跳 急忙回过头去 当看到来人时 我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柳如烟 你怎么来了